現在來到這個大衛城的Visitor Center的底下 你見到我們是Under the shelter 上面就是買票的地方 Visitor進來的地方 這個地方曾經做過很多不同的發掘 其中一個很出名的考古學家叫做Ela Maza 她已經過世了 以前在Hebel University 她是一個很出色的女性的考古學家 她專門發掘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她發掘了的時候 她發現有很多的大石 很多大的建築 甚至當時政府或宮廷才會有 Poto-Ionic Capital 這種Public Structure 才會找到這些Column 頭頂的柱頂 這裡除了找到這些之外 也找到一些印章 印章裡面有一些名字 這些檔案 這些書卷 卷了之後 用繩子 紮住了之後 然後有一個泥章 印上去的 就找到一些名字 是耶利米書裡面出現過的 比如有一位高官叫做尤格 所以有印章 那裡有些建築 建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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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 尼丹麥莎 就把這個叫做 大衛王宮 當然引起了很多爭論 因為你說了這個地方 叫做大衛的地方 就非常政治性 所以有很多人都會認為 不如叫它做一個比較中性的名字 叫做Larstone Structure 大石的結構 確實這個是大石的結構 但地理上 我們剛剛在上面的遙望的地方 到這裏 找到這個基石 本身是一層兩層 甚至三層高的 這些公共建築 地理上 如果大衛是攻佔了石岸 這裏就是他的朝廷的地方 在皇宮的地方